你回来了 没事吧 没事 你怎么了 好像哭了 我挺好的 真的 志愿 上车 你怎么会在这里 这跟你没关系 我要跟志愿说几句话 那你也得问问 志愿他到底想不想听你说 他不想听你说 你快走吧 提许 有些重要的话 我要找志愿说 说完我会把他送回来的 走 我十五岁那年 爸爸突然把梁子齐带回家 那个时候我才知道 我竟然还有一个私生弟弟 他就是方天勋 我不想任天勋做弟弟 因为我只有一个弟弟 我十五岁那年 他是方天勋 方天勋 我怎么从来没有听过这个名字 因为在方家 这是一个永远的禁忌 没有人愿意提起 梁子齐把天勋推下台阶 摔伤了植物人 那时候 天勋才七岁 到现在为止 他已经在医院 整整躺了十七年 十七年 我就是这么眼睁睁地看着他 看着天勋从那么高的台阶上 摔下去 我却不能救他 是我没能保护好的 真的没想到事情会是这样 他小时候最爱缠着我 我要跑到哪里 他就跟着我跑到哪里 要不是那一次 我跟他赌气把他丢下 他也不会摔成现在这个样子 所以 从我十五岁开始 我的人生就只有一个目标 必须要成为方氏国际的掌门人 只有这样我才能保护天职 保护我的妈妈 我大哥 我大姐 我一直梦想着 为天职建一座 他喜欢的主题公园 也许等着公园建成的那天 他就会醒过来 所以美伦的设计 还有无糖冰淇淋 都设为了他 对 我有很多想法都是天职小时候的想法 对了 你还记得当初在电梯里面 你说我的想法很幼稚 但我依然坚持 我的这种偏执是不是很可笑 我相信 你一定能建造出你梦想中的主题公园 你 志愿 我以前一直以为 我这辈子只能为了争权夺利而活下去 婚姻也是这样 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在你出现之前 我从来不相信我会爱上一个女人 自从你出现以后 我突然觉得 我恋爱了 我更爱了 是你让我尝到了爱情的滋味 你知道吗 爱情的滋味 我觉得那个太痛苦了 有一天回想起来 你会觉得这段经历 是很痛苦的 所以我恨我自己 我恨方家所有的一切 我真的很羡慕天逊 她可以为你放弃一切 她可以说走就走 可是我一想到 躺在病床上的天职 想到我妈妈上线的样子 志愿 我没办法不爱你 可是我现在真的给不了你想要的 我记得徐志某有一首诗 我记得你 你我 相逢在黑夜的海上 你有你的 我有我的方向 你记得也好 最好你忘了 你去 我知道你心里的苦 我和你一样 我们都背负了太多太多 我觉得现在 真的没有更好的选择 也许放手 放手才是最好的选择 不 我 我 我 这不是我要的结局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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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